大家好,欢迎收看爱生电子 今天咱们修这个菲利普的灯 这个灯呢,坏得很厉害 现在呢,保险已经断了 后边有短路的情况 这个灯呢,它是由几部分组成的呢 它前面呢,是由PFC电路 这个是PFC的电杆 这个是开关变压器 也就是说前面是电源部分 是通过FN6921 组成的PFC电路和开关电源部分 然后后边呢,通过整流滤波以后 这边呢,又有横流源向后极输出 同时这还有遥控部分 通过这个功率管输出一个12V 然后再变成5V给我们的MCU供电 它是带遥控的 好,下面我们测量一下 首先我们测量一下整流桥的输入部分 因为保险爆了 一般是有短路 输入部分没有问题 输出部分 输出部分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测量一下 这个PFC绿波电容两端 确实短路的 我们看一下 是完全短路的 这有可能是功率管击穿了 首先我们把功率管给它卸下来 另外目测这个大电容已经损坏了 还有这边有一个电容也损坏了 这两个电容也要更换 这个电容呢 是680微法 35V耐压值的 我们把它换一下 没有相同型号 我给它换一个1000微法 35V的 应该也没有问题 再把这个大的电容换掉 大电容并没有短路 说明短路部位还是在后边 由于我发现 是PFC功率管 这个山级的电阻已经烧毁了 那么很显然是 PFC功率管击穿 开关电源的功率管不一定击穿 下面我们把PFC的功率管先卸下来 这个灯坏的真的是很严重 我们发现它的PFC功率管击穿了 但是呢 这个位置还是短路的 证明这个开关管也击穿了 开关管也击穿了 开关管也需要更换 好 下面我们再把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给它卸下来 是的 开关管也已经击穿了 这时候我们再测量我们 PFC滤波电容两端应该是不短路了 好 正常了 下面我们把这两个功率管先给它上上 开关电源的功率管已经更换完了 但是呢 我们发现这个芯片的供电桿还是存在短路 它的供电呢 是通过这个位置有一个二级管送过来的 这个二级管已经击穿了 我们先把这个二级管给它更换了 看是否还短路 如果不短路了呢 就证明是这个二级管的问题 如果短路呢 证明这个 纹压管可能也击穿了 或者是芯片损坏 看来这个故障还是很大的 这个二级管卸下来呢 发现二级管是正常的 没有损坏 证明是芯片损坏了 这个纹压管也卸下来了 纹压管也没有击穿 也是正常的 现在呢 是这个芯片 供电引脚 对地短路 证明芯片损坏了 我们要把这个芯片整个都换掉 好 下面把芯片焊下来 焊芯片的温度呢 是 320度 锋力是最低档 焊芯片之前呢 我们要检查一下周围的电阻电容是否正常 我们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就可以测量 在我测得周围的电阻基本上正常 电容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供电脚是否还对地短路 没有问题了 下面我们把芯片给它焊上 焊之前 首先要用松香给它的引脚镀一层锡 以免虚焊 好 把芯片焊上了 焊芯片之前呢 要用烙铁把两个引脚固定好 固定好之后分别焊接 然后呢 我们再用万用表检测一下 这个两个引脚之间是否短路 如果不存在短路呢 就证明没有问题了 我们也可以分别引脚 对着我们周围的圆件 来测量一下它是否连通 证明没有虚焊 经过我的一方更换 现在输出已经正常了 但是呢 它的功率管是工作在PFC电路后边的 它的耐压值呢 是650伏 我现在手边呢 只有600伏耐压的 所以说呢 需要把功率管回来更换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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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